呃央视有一个主持人叫刘芳飞说离职了啊离职了这个刘芳飞我也不知道谁对谁啊反正上了热搜啊上了各个热榜都在议论 你要看这个人吧我就记不住这个人我要看这个人吧就有点记住这个人啊 其实要卸了庄可能就记得更清楚你看他不卸庄记不住他这个人长的啥模样我看都一样脸盲 我这大思想家能说点啥呢啊说点震撼你们的是吧 近日啊这个澎湃新闻报道近日央视网发布了更新后的央视主持人大权 其中除了日前已宣布离职的李思思不再待任CCTV3综艺节目频道主持人外 刘芳飞也退出了CCTV4中文国际频道主持人行列 公开资料显示刘芳飞出生于蒙古内蒙古 99年从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毕业后进入辽宁电视台新闻中心工作 01年获中央电视台电视节目主持人大赛优秀奖和观众推荐奖 同年进入了央视社交中心工作任太索发现节目主持人 在央视工作期间刘芳飞主持了太索发现影视同期生 欢乐中国行文明之旅等节目 他曾连续三年主持春节晚会联欢晚会 2006年2007年2008年 06 07 08 好时候啊 那些都是好时候啊 那我要讲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要讲 当然他这个热搜词条叫做刘芳飞 总要是主持人名单消失 这个看这个看这个这个词条 还不得把刘芳飞吓死啊 这出了什么事了吗 我现在要讲的就是 就是那个 为什么有些个人愿意追求主持人 啊 有意思的一个观点吧 是吧 有意思的一个视角吧 原因可能很多 我只谈其中一个 就是 你打开电视机 你们都看到了这个人 然后这个人啊 我拥有了 是吧 等于我就拥有了 你们所有打开电视机 看新闻联播的人 啊 一种欲望 欲望的结果是什么呢 欲望的结果是得不到就痛苦吗 这是康德说的 还是谁说的 得到了又失望吧 无非就得如此而已嘛 是吧 有什么不同 当然有可能人家是有不同的 是吧 但我现在我也不是主要说这个刘芳飞了 人家可能是有不同的 只是在欲望人眼里 他也没什么不同 是吧 所以得到了就失望 受到了惩罚 人性的惩罚 就是这样 嗯 在这里也反复摇摆 直至把他们的痛苦的 这个人生结束 再结束 啊 一辈子不能结束 在这里面 就是这种痛苦 压榨 啊 这个勒在脖子上的一个东西 勒在他们 也算公平吧